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欢迎收听民调局一文录 第180集 孙胖子为了退这只烧鸡啊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缠着明显心情不咋地的 厨师长就大探消息 有在民调局里边 还有人敢惹你 不是我说 他就不怕你在他那菜里边 瞎八道啊 是你们高局长 昨天上午就让他秘书来通知我 今天要在这里请客 让我准备精细一点 上点档次的东西 我他奶奶的 连火同吃都炖上了 龙虾都杀好了 就等下锅鞠了 这高胖子他又不来了 就刚才陆姐突然下来告诉我 中午这桌取消了 他说取消就取消啊 我这一桌子好几千的东西 卖谁去 被料时说好了 这顿不算食堂的 高粱吃完跟我单算 买料可是我自己套的腰包 孙胖子听了这话 回头给我递了个眼神 马上又牛脸看着老金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不是我说啊 菜做好了还怕没人吃啊 老金 我们局长不捧你的肠 我捧啊 不过我这中午饭刚吃完 你这顿饭你得给我留到晚上 晚上我一准单来吃 这合适吗 要不我给你打个折吧 这折一定要打啊 九五折 就这么说定了 那个谁 你去给大盛把支支击退了 大盛 哥哥我是小本经营 经过几折腾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 你看是不是先把账截一下 说着厨师长掏出计算器 噼里啪啦一阵案 六千八百八十二 咱把零头抹了 您给六千八百八就行了 嘿嘿嘿 老金 不是我说 你看谁现在还带个 万八千的现金啊 我民调局的人物又跑不了啊 是不是 晚上来吃饭的时候 我一桌把钱给带过来 孙胖子这几句话 说得厨师长也没了脾气 他虽然不放心孙胖子的人性 但是到现在为止呢 他也没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他只能眼巴巴的 等着孙胖子晚上来送钱 出了食堂 孙胖子看起来 这心情好到了极点 我跟在他身边 大盛 晚上可让你破费了 要不那八百大 我出算 这个你争什么呀 有人请客 正好咱找人问问 这民调局里最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啊 孙胖子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老薛大师吗 你在哪呢 不是我说你晚上有事没有啊 好长时间不见了 我想请你吃顿饭 萧和尚从来就没跟孙胖子见过外 都没等到晚上 他整个下午都在衣室里转悠 郝文明下午很难得的回到了衣室 但是看见萧顾问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的时候 郝主任愣了一秒钟 没敢惊动萧和尚 慢慢又退出去了 在萧和尚的煎熬之下 终于到了下班的时间 孙胖子已经提前电话通知了厨师长老金 我们三个人到包间的时候 老金已经差不多把菜上齐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萧顾问跟高局长 总是一起在市场出现的缘故 比起中午的时候 对我和孙胖子的态度 老金对萧和尚算是相当的巴结 还八折送出了两瓶五两叶 萧和尚以前应该那是吃过见过的主 但是这么多年 萧和尚一直隐居在我的老家 也就是过年过节的 在我爷爷家混几顿杀猪菜 最近这个金价上涨 萧顾问的身价又厚实了不少 但是也没见他怎么大吃大喝过 中午饭一般是蹭高粱的 狼患事件之前 他的晚饭大半都是蹭我跟孙胖子 不过从天山回来之后 他消失了一段时间 再出现的时候 也就是前几天的事 不知道他干嘛去了 回来之后从早到晚 就泡在高粱的办公室 也不找我跟孙胖子 一日三餐都是高粱题的解决 菜肴上期之后 还没等孙胖子客气呢 萧的事已经拿几大汤勺 在装着火同翅的锅里 就扒了开 萧和尚并不着急往嘴里送 只是看了一眼这鱼翅的脉象 就皱着眉头看向老金 哎呀 小金啊 你这手艺差点意思啊 啊 看 鱼翅发大了 吸收不了高汤的味道 好好的排斥糟蹋了 要是这样的话 你还不如来个蚂蚁上树呢 哎呀 还有这鱼也蒸的不行 蒸老了 鱼肉鲤骨 你就干脆别蒸 直接拿出来炖吧 这拿是蒸鱼啊 这分明是蒸木头 他一边说 老金在一边就红着脸 忙着点头解释 最后萧和尚竟然把这一桌子菜 全都给扁了一遍 哎哎哎 老萧大师 你差不多得了 不是我说 就你这通扁 我们还怎么吃啊 上次你去吃那砂锅鱼 你吃炖尿的 你还吃的挺欢的 你没见你说吃的不是味啊 孙胖子这么一打岔 老金连忙趁着机会就出去了 这叫一物相一物 萧和尚还就是对孙胖子没脾气 他笑了一下 夹了一块的鱼翅送进嘴里 一看见好东西就想起空老二说的十不厌经了 哎呀 当初我也算吃过一点好东西 还是当年萧 哎 说到这儿 萧和尚突然叹了口气 就不再说话了 我听出来了 他这是又想起萧三达了 我有当初萧三达的记忆 知道他们俩的感情 当下给萧和尚倒了杯酒 老萧 最近难得聚上一次 也不知道你忙什么 有什么呀 干了这杯酒以后再说 萧和尚喝了这杯酒之后 刚才有些压抑的情绪算是好了一点 他倒是不用劝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就着满桌子的菜药 一杯一杯的开始喝起来 孙胖子看着他的样笑了一下 在一旁不停的给他倒酒布菜 酒过三旬 这两瓶五粮液已经下起了一瓶半了 桌上的菜肴吃的却并不多 我跟孙胖子还好 只是萧和尚已经喝的眼睛 开始有点发直了 喝酒的速度也开始放缓了 这个时候 孙胖子开始跟萧和尚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 说着说着 孙胖子就把话题 引到了黄然的身上 那萧大师 你说这 这黄然 他能关到什么时候啊 他呀 他还是在民调局里面过年吧 好不容易把黄然弄进来 哪有那么容易就放了 高 高胖子都放话了 把当年被黄然偷走的东西 要连本带利的追回来 看样子啊 当年的黄然 借的是高利贷 这次黄然想出来 只怕 只怕是要懂 宗教委的老本了 不对啊 哎 上午我和辣子 看见宗教委的仙人会长 叫什么 敏天元了 他来找高局长 他不是为了黄然吗 哎 敏 敏天元 他是为了别的事来的 不过那件事情 高亮还没有最后答应 老乡 敏天元来 还有别的事 咱民调局什么时候 跟宗教委的关系那么好了 这都快成关系单位了 我给萧和尚倒酒 萧和尚看着酒杯却没碰 他好像有些酒意上涌 喘了几口粗气 他把这火同赤里 吃剩的火腿给捞了出来 三口两口 把火腿吞了下去 压住了上涌的酒意 又缓了一会儿 萧和尚抬着头 看看我和孙胖 有什么要问的 就就就直接问吧 不用再灌我酒了 要是我真的喝多了 你们就什么都问不吃不来了 现在 现在就当我喝醉了 说的都是酒话 反正写了我就不认账了 什么时候灌你酒了 一直都是你自己倒的 给他倒了杯茶水醒酒 孙胖子拿起萧和尚的酒杯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看着萧和尚 自打从天山回来 我向郝文明打听过几次 妖种的事情 但是郝主任呢 每次都说 妖种事件已经进入了 民调局内部的保密程序 只有到了主任级别 才能查看 现在终于找到这个机会了 当然不能放过 大圣 你以为现在还是特别案件 处理办公室的时候了 老肖现在是顾问 不是副局长 妖种的档案只有主任级别的人 才能翻阅 你还是别难为老肖了 小辣子 你跟小胖子待的久了 学会他的坏毛病了 你也不用激我 凭我和你爷爷的关系 还有什么不能和你说的 本来呢 这妖种这件事 也没什么 不过因为牵扯到了 无人敌和战组 那留在纸上的东西 就要慎重一点 我喝口水压压 当初啊 发现黄然在天山的时候 高亮就对黄然的目的 起了疑心 赫兰听说黄然被你们抓住了 他就让无人敌伪装成向导 和他们一起去的哨所 同时又让杨潇隐藏在哨所的外围 监视着哨所里面的一举一动 进入哨所 无人敌使了 无人敌使了点手段 让你们都忘了 还有他这个向导的存在 不过还是有点小看黄然了 他竟然还对消失的无人敌 有那么一点意识 虽然黄然有点混响 以为是遗忘了什么东西了 因为有无人敌这副王牌在手 所以后来恍然弄出来假的妖种 高亮也敢带着手下人进去 后来是杨潇在外面破了假妖种 放了高胖子他们出来 你们进入真妖种的时候 无人敌一直就在你们后面跟着 你是说自打我们进了妖种 无人敌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我还以为他是后来在进进 那这么说的话 在迎选老子差点就被软六郎 扔进全眼里 后来引白出来要吃了我们 他无人敌 他就眼巴巴的在旁边看着 不是我说他拿我们当什么了 做实验的小白鼠啊 你是第一天认识无人敌的吗 大圣你别瞎插话 等老乡说完呢 老乡你别理他 继续说你的 这软六郎又怎么回事啊 软六郎倒是一个艺术 他有一种暂时返老还童的艺术 这种艺术几乎没有破绽 当初就连高亮和你们几个主任都没有发现 无人敌呢 他发现了没有啊 你自己去问他 现在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是高亮怀疑当初恍然在刘楚玄的墓里发现软六郎的见闻 本身就是软六郎布置好的局面 应该是当初软六郎的确进到过腰肿 他用了特殊的方法避开了尹白的耳目 但是就这样也不敢近距离的接触尹白 他想要的东西得不到手 只能先退出去 事后他设了个局 找了几个替死鬼来分散尹白的注意力 他好下手去偷想要的东西 恍然之前 已经有几波倒霉鬼死在妖种里面了 他们的尸骨后来都在妖种里面找到了 这次虽然成功了 但是最后软六郎还是死在了尹白的嘴里 我知道妖种的事情就这么多了 你们要是再没什么要问的 天也不早了 就这么散了吧 战组 这战组是什么呀 值得恍然用下半辈的去骗 第181集 对于孙胖子的提问 萧和尚顿时沉默起来 过了一会儿又喝了一杯茶水 润了一下嗓子才开口 算了 就当我今天喝多了 说的都是酒话 再说一遍啊 今天说的话 明天天亮我酒醒了就不认证了 看萧和尚说话的样子 除了脸色通红之外 他的语言清晰 思路敏捷 只哪有一点喝醉酒的样子 战组就是战补之祖 传说在商朝末年 周文王鸡昌年轻的时候得到神势 在以水之宾打捞出来一个怪物的尸骨 这具怪尸只有巴掌大小 生得龟身龙手 吉昌将怪尸的龟壳和肉身分离 用龟壳入前出前来占补吉凶祸福 改变了之前靠烧兽骨 观看列文来预测吉凶的术法 而且无论国家大事 还是迎头小节 他的占卜术都万事万灵 不过后来 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放弃了这个龟壳 开始研究起福西市的演算之术 最后才有了一经 我还当是什么呢 就是一算命用的乌龟壳 就这也能当成宝贝了 那恍然活出下半辈子 就要得到这不怎么合算的呢 算命用的乌龟壳 记住了 天下所有的算命占卜之术 都只能算命不能改命 但是由战组占卜出来的 是可以改命的 鸡昌得到战组之前 只能受活四十九岁 后来他通过战组改命 最终活到了九十六岁 才有的后来西州灭伤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 都是间接由当年鸡昌改命改来的 萧和尚的话说完 我跟孙胖子面面相去 老乔老师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能坐在这喝酒 都是三千多年前鸡昌改命改出来的 啊 起码理论上是这样 不过后来西州灭亡的时候 战组被犬龙掠走 后来又出现过两次 最后一次 有记载的是在唐朝的贞观十九年 战组出现在一位被选进攻 武姓才人的手里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恍然拼了下辈子 也要得到战组呢 有了这个东西 自己的命自己改 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就算毁佛的大罪 也可以忽略不计 实在不行 把他下辈子改成是 世界首富的独生子 我进了民调局之后 也算见了点世面了 但是今天才知道 什么叫做神器啊 好了 战组的事 你们知道就行了 没事别出去瞎白话 该说的我也都说完了 也对得起你们这顿饭了 萧和尚起身就要退席 他还没站起来呢 就被孙胖子一把 给摁回到椅子上 老薛老师 你先别着急走啊 不是我说 是不是咱最近也难得 和你吃顿饭 你哪能就这么走了呀 是不是 你还想怎么样 我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小胖子 刚才那点知识 对得起这一桌子饭了 按理说 你们都应该给我点找头 这咱几人站组的事都说了 咱俩不差 再说一点了 再说 说什么 说说郝正义的事 当时在腰肿里 郝文明听到他哥哥名字的时候 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竟然为了恍然去和尹白拼命 关于他大哥的事情 我跟孙胖子都很好奇 问郝主任呢 是绝对问不出来的 这个郝正义 以前好像是民调局的人 但是我偷着去欧阳偏左那 翻遍了民调局以前的人事档案 就是没有郝正义的资料 现在趁这个机会 那我当然得向萧和尚问个清楚 郝正义 萧和尚难难地重复了一遍这个人名 他好像是陷入了某种回忆当中 过了半晨 也不见萧和尚回魂 郝正义 就是我们好头的哥 郝正义 郝正义和郝文明 是一对孪生兄弟 他以前就是特别案件处理办公室的人 比郝文明还要早来一年 把他招进特别办的时候 还是我和萧 萧三达一起去审查的 最后拍板招人的是高亮 郝正义 可以说是我们三个一起招进来的 说到这儿的时候 萧和尚伸出两个手指头 反着 摆出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这什么意思 我愣了一下 要说还是孙胖的脑子快 他这就反应过来 掏出烟来 抽出一根 就夹在萧和尚的手指缝里 要替他给点着了火 萧和尚抽了一口香烟 唉 当时郝正义的业务能力 在他那批人当中是出类拔萃的 我们三个甚至拿他当我们的接班人来培养的 要是他待到现在 差不多就应该是民调局的局长了 高亮的年纪也不小了 八成也要退下来 和我一起做个顾问 什么 什么叫要是他待到现在啊 他为什么不干了呀 他离开民调局的时候 我正在你老家开凌云冠 他走的时候我没赶上 不过听高胖子的意思 郝正义是突然消失的 他和谁都没说 再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国外了 高亮甚至为了他 曾经设了个局 特地去香港找他 没想到最后一刻 被郝正义看穿了 高亮扑了个空 还是被他跑了 现在高胖子都想不通 这郝正义 为什么要突然离开民调局 难怪啊 恍然见了郝正义 都有把他拉进宗教委的冲动 想不到我们郝主任 还有一个差点就要当民调局局长的哥哥 关于郝正义的问题 萧和尚真的就只知道这么多 无论我跟孙胖子再怎么问 萧和尚也说不出什么来 萧和尚再次闹着要走 被孙胖子没大没小的 就摁在椅子上 哎哎哎老师 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小问题 你也说了这么多了 咱也不差这点了 就最后一个 那个炳天元上午来干什么呀 你说他不是为了黄南 那他又是为了什么来了呀 这个问题萧和尚有点摇嘴了 瞻祖的事都刚才都说了 提起敏天元来民调局的原因 他却不说了 最后我跟孙胖子的一顿软磨硬泡 让萧和尚终于犹犹豫豫的开了口 这个 这件事事关重大 不能有一点消息走路 否则别说咱们三个了 就连整个民调局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孙胖子听了连忙点头 他又给萧和尚倒了一杯酒 要不是你再来一杯 你再来一杯 你就放松点的说啊 萧和尚接过酒杯 一羊帽给干了 又嘱咐了一遍千万保密 最近高亮在酝酿一次大的行动 要将这一年来 民调局收集来枉死的鬼魂 送进殷室 枉死的人不能进鬼门关 殷私查得紧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走路风上 之前特别办时期 就办过类似的事情 可惜啊 就因为事情办得不密 被殷私发现 就为了这件事 鬼门关关了整整一年 别说枉死的人了 就连寿终正寝的都进不了鬼门关 整整一年 阴室不收人 他们只能待在阳市 好好的也变得怨气十足 满大街都是怨鬼 你们俩都有天眼 自己想想 那一到天黑是什么情况 我们特别办的人都不敢自己单独上街 关于民调局的大行动 萧和尚只说了个开头 就不再往下说了 无论我跟孙胖子怎么激将诱导 他都是摇头 死活都不肯继续刚才的话题 最后我和胖子也放弃了 萧和尚又吃了几口菜 就要起身离开 没想到又被孙胖子给拦住 哎呀呀 老萧大师 咱俩还剩那么多菜呢 那只八宝鸭子动都没动过呢 还有这边虾人 是吧 那刚才咱都奔着龙虾去了 这虾人也没人动过 还有这肘子呢 你看看 这话说完的时候 孙胖子已经推开门走了出去 就听见他的门外喊 我跟萧和尚就坐在包件里 我又给他倒了一杯酒 萧和尚摆摆手 这真的不行了 不敢再喝了 最近事忙 别喝多了误事 小辣子 前一阵子 我就看你爷爷了 在你爷爷家住了一晚上 老坑的时候 他还说到你了 说你们老沈家 除了你这么一个大处长 让我以后再首都 遇到什么事就找你 你一定拿我当亲爷爷照顾 你是没看见你爷爷 说到你那时候的样子 哎呀 乐得眼睛都眯成一道缝了 萧和尚这么一说 再想想他跟我爷爷的交情 我这心里开始觉得 有些对不住他 跑他的话也就算了 还要骗他过来结账 萧和尚呢 不是一个大方的人 今晚之后 还不一定得气成什么样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萧和尚的双手 突然捂住了嘴巴 他这猴头一抖一抖的 好像是正在压制吐意 过了一会儿 他勉强压制住了上涌的酒意 晃晃悠悠的站起身来 我得去厕所吐一下 吐完了就回来啊 看我要起来扶他 萧和尚硬生生的 把我给推回到椅子上 我去吐酒 又不是什么好事 你跟着干嘛 哎呀 快快快 你坐这 坐这等我回来啊 小胖子回来 告诉他一声 姑娘也让他退了 菜打包给我就行了 酒就不要了啊 我自己喝没什么意思 萧和尚来不及说话 捂着嘴就往卫生间的方向 跑去了 包尖里就只剩了我一个人 孤零零的坐着 再等萧和尚和孙胖子回来 没过多一会儿 包尖的门再次被打开了 进来的既不是孙胖子 也不是萧和尚 而是食堂的厨师长 老金 别等了 那两个货都走了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 也只能心里同情一下 这账啊 还是要结的 孙大胖呢 他 也走了 他出了包尖 就一直胡说八道 还做手势 不让我说话 直接就顺楼梯下去了 小顾问是坐在电梯 算了 别说他们了 我们要下班了 你先把账结了吧 加了两瓶五粮液 还有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 一共是 九千八 我就没想到 这事会发展成这样 萧和尚也就算了 严格说起来 他这算是自我防卫 可恨的是孙胖子呀 啊 你 你撤的时候 起码你给我个暗示吧 再说 这下午明明说好的 是我先撤他天后的 我马上我掏出手机来 我就给胖子打过去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看着老金这越来越不善的眼神 我也只能生生咽下这一口气 掏出来钱包 我是 呃 你们这 能刷卡吗 这下午 你说 都是 我 我 阮 你 我 感谢观看